剧版庆余年超越原著的五大情节改动 没看过原著小说的根本就不会知道 第一个 藤子经之死 原著里的藤子经 只是范府派去丹州接范贤的一名护卫 回到京都后便被范贤要了去 他为人忠诚 一生平淡 在牛兰街那场刺杀案里 只是断了腿 并没有死 一直默默无闻地跟随范贤到了最后 对主线的进展毫无影响 而剧中的藤子经 串联起了整个第一季的剧情 作为检察院四处的探子 他收到伪令前往丹州刺杀 促使了范贤进京调查 范贤为了助他找寻家人 牵出了郭宝坤 进而串联起靖王府师会 京都府对簿公堂的事件 引出了太子和二皇子 藤子经也在这个过程中 从范贤的普通朋友和护卫 变成了那个甘愿赴死的人 随后便发生了牛兰街刺杀 我这条命是为我家人 至于你遇到危险的话 自己扛着了 我转身就逃了 腾子经 你不是说 你的命之为家人活着吗 说话为何不算 滕子经惨死 范贤当街击杀八品高手 程聚树 擒住北齐暗探斯里里 查出幕后主使林拱 后掌公主又亲口承认 他才是幕后真凶 范贤在经过一番思想挣扎后 最终选择了强硬反击 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而已 只不过是个护卫 护卫也是人 是他儿子的父亲 是他发妻的夫君 是他家里人唯一的依靠 如今亡者尸骨未寒 杀人者却逍遥法外 国法何在 天理何存啊 正是因为要给滕子经报仇 范贤才卷入了皇位争夺站 内库与建察院的权力之争 以及南庆与北齐的国站 让那个原本无欲无求的 贤散官二代私生子 逐步蜕变成了才华横溢 又阴险狠辣的小贩大人 走入了这场权谋大戏 第二个 范思哲的形象 剧版《清余年》里面的范思哲 是个十分讨喜的角色 一登场就是饱里饱气的造型 嘟嘴 卖萌 撒娇 装可怜 遗气呵成 最爱的就是在柳姨娘和管家手中 抠银子 是标准地主家傻儿子的形象 她虽然文不成武不就 但对钱财和商骨之术 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热情 连铁公鸡王启年也非她对手 少爷 要不这钱您给我吧 多少钱 三两银子 这样 明天我把这铺子拍下来 今天这顿 算得入骨 此外 他还用扫帚驱赶过京都府派来抓捕范贤的衙役 并手持剪刀 准备捷工堂救兄长 可见其仗义 范思哲这个角色 经德云哨班主的演绎 真是平添了许多笑点 尤其一时局算账那段 更是成为了剧中名场面 只要你把这买文让我说 我不能说叫你哥 我就是叫你 伯父我也愿意 刚才这么会儿功夫 就卖出了八九本 若是铺开人手 一天至少能卖出上百本 不是 一百本书 咱们就能赚七百六十八两 控制好时间 十五天出一卷 那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两 到时候出去人工扑面 就按三分算吧 那咱们也能拿八千零六十四两的纯粒 到时候你出他的十二卷 那就是九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 这还只是一稿出算 暴力呀范贤 但在原著中 范思哲虽然有商骨天赋 其人却是一个标准的纹固子弟 天天混吃混喝 四处招摇 还被二皇子利用 与老三李承平合伙开设了一个青楼 干起了逼梁为娼 草菅人命的肮脏事 是范贤将他发配到北齐 被海棠朵朵管教了多半年 才将他引回正途的 第三个 范思腰牌与检察院的神秘感 检察院提思 在原著中的职位 是高于八位主办的 类似于副院长 检察院的第一任提思是五竹 范贤是第二任 入京都后 范贤一直在尽力地隐藏这个身份 而代表他身份的提思腰牌 只是个凭证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剧版中 提思的职位与八位主办 变成了同级 范贤第一次进入检察院 拿出腰牌后 众人在验证腰牌真尾上 就处理得十分精彩 一块腰牌 安排三个人 分别记录质地 印记和图文 想来要仿冒 难度会非常大 除非三个人提前串通一气 但对于这种偶发事件 几乎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个细节上的设计 直接凸显了检察院的神秘感 和运作方式的精密 后续范贤将长公主 出卖颜兵云的事 写成大字报 让五主撒遍全京都 这番操作在原著中 并未被人发现 而剧版中 却是被最不被人重视的八处 根据纸张的材质 厚薄 指纹 阴墨程度等工艺 便推断出了是淡泊书局的手笔 直接拍出了谍战片的味道 第四个 偷换范贤的绅士 陈平平利用肖恩的自以为是 在十余年里 通过向他透露碎片化的线索 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成功误导肖恩 让他将范贤认作了自己的孙子 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向范贤吐露了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 这番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足见陈平平的心机之身 布局之远 心思之巧妙实在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段在原著里也是没有的 剧版中这个设计 完美解释了陈平平 让范贤留在淡州十几年的真实原因 比苍白的解释 是为保护主角安全成长 更加巧妙 也更有说服力 第五个 严冰云被刺范贤 这个桥段 在原著小说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剧版之所以这样设定 是为了给第一季留一个惊悚 意外充满谜题的收尾 好提升观众对于第二季的期望值 严冰云对范贤的背词 让刚揭开秘密 想大有所为的范贤 停在了回国的路上 也让整个剧情戛然而止 这个出乎意料的神反转 给第一季的大伙添了一把柴 让观众充满了猜想 在沉寂了四年多之后 随着第二季预告片的一点点释放 主要角色原班人马的回归 更是进一步勾起了大家的观看欲望 让热度随之暴涨 平台预约量在播放前就已经突破了1700万 成为了当下最受期待的剧集